延續去年的小城銀展花蓮市公所 今年推出了2020小城生活 来去菜奇亚活动 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 会推出多个面向的系列活动 呈现出传统菜市场的独特魅力 市长温家贤也欢迎民众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跟着在地民族来一趟市场之旅 花蓮市公所从6月份开始 办理了小城生活来去菜奇亚系列活动 其中包括有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菜市讲堂 电影上菜等等 从市场到餐桌 主厨们不仅会将如何挑选食材的配方 无时分享给参与民众 好会带领民众在餐厅处理食材 变成美味佳肴 让大家都可以认识到市场和美食之间的关系 那通常我们要了解做城市 要从它的菜市场文化里面来了解 那里面有我们在地好吃好玩的东西 那也有在地的食材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各种不同的文化氛围 讲座或者是跟着我们厨师来到菜市场选菜 还有我们菜市场的电影 整体的让所有的人能够充分到 了解到菜市场整个的氛围 也间接直接的了解到这座城市的美丽 那我们希望所有更多的朋友 从6月份起能够以系列的活动 可以上我们花园施工所的网站 来一起来观看我们的活动内容 那选择自己喜欢的一起来我们菜市场 一起享受我们最在地的文化 跟最在地的食材 跟最在地最好玩的人情味 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还会发出一张几张卡 只要顺利挤满市格 就能到特约书店换本好书 而每场活动在开始前三周 就会开放报名 目前首长的讲座以及逛市场活动 已经报名而满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上花园市文官所网站查询 记者 许立琴 花园市报导